这个小孩放学回家,发现家里拆迁了,本来是件好事,可家人却忘了告诉他新家的地址,男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孤儿,长大以后,他竟然在一个收留亡灵的村子见到了妈妈的鬼魂,原来自己的妈妈已经死了20年了,70年过去了,男孩已经完全展开,母亲并没认出自己的大儿子,这件事让男人耿耿于怀,对抛弃自己的妈妈又多了几分狠义。 不过,桃花源来了个杀人恶鬼,现在首要的事情是怎么让恶鬼在村里消失,根据犯人交代,他死前潜入了一户别墅,刚要侵害女主人,后脑勺便一阵剧痛,紧接着自己就出现在了村子里,听到这些,聪明的金旭瞬间有了计划,第二天他和马英龙乔装打扮,来到警局,得知那个杀人犯是警方重点的监视目标,脚上还带着GPS,电脑显示,此时他正在一户迷宅里,好几天都没走动,金旭来到迷宅,进到了房子的女主人, 他开门见山,五天前有个变态潜入你的房子是吧,如果没猜错,他已经被你们干死了,我建议你们向警方坦白,允许能判个正当防卫,你隐瞒不报,被警察发现,就很可能变成故意杀人了,说吧,金旭转身离开,有人想了很久,觉得金旭说的有道理,最终他选择了自首,警方在女人家的院子里挖到了犯人尸体,肉身被发现,亡魂便会从村里消失,皮诺曹打开挂押的房间,发现恶鬼已经亡生,虽然便宜了这个变态,但对村子来说, 无疑是件好事,事件结束后,金旭找到自己的妈妈,他很想和他相认,可仔细一想,和花园是鬼魂居住的地方,如此一来,妈妈会无以为儿子也死了,金旭并未开口,妈妈也没说清楚自己的死因,毕竟二十多年了,好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,为一面,黑帮聚集了一群把手,整日寻找金旭的踪影,他们跑到男人家里,砸碎了全部物品,但依旧找不到他的行踪,就在对方毫无头绪的时候,黑老大突然接到了金旭打来的电话, 你杀了真在搞,读情验,金旭照,我也会用我的方式,让你们这群人渣,血债血肠